全球首創的豹米華夏季棒球聯盟 讓台灣的城邦看到新未來 尤其是電視轉播 還有引進洋將兩大創舉 讓業餘棒球面臨大挑戰 其中電視轉播將考驗 業餘選手的心理素質 我也樂觀其成 當然這個對他們或許會有成長 不一定 但是對他們或許也有負擔也不一定 而洋將的部分 從越科技棒球隊的總教練吳思賢認為 和國際接軌 可以讓業餘選手清楚地認知到 自己的程度在哪裡 我是覺得洋將來的話 他可以提升國內的選手 他們的認知 讓他們知道說 國外的選手他們到底程度到哪裡 那我們自己的程度到哪裡 更重要的是 夏季棒球聯盟的出現 讓原本一年六十場比賽 分散在三個月打的甲組成棒 突然要在三個月內 面臨五十場比賽的密集出賽 這將成為業餘選手實力檢驗的殘酷舞台 當然這個壓力一定會有 然後選手的壓力也一定會很大 因為畢竟打下來場次那麼多 而且是很密集的比賽 那對他們來講的 他們一些身體上心理上 應該都要相當的準備好 才有辦法來應付這些比賽 面積的賽程 洋將的加入以及電視轉播 三大外來的壓力加上本身難免會有的戰績考驗 讓吳思賢覺得爆米花夏季聯盟其實很不好打 但他認為經驗的學習和累積更重要 這個是第一次大家的一個經驗 尤其是這些新選手 然後讓他們知道說 在這個層級裡面的比賽 還有密集的比賽當中 我應該去做什麼東西 我可以學習到什麼東西 這個才是比較重要的 對於欠缺實戰經驗累積的甲組成棒來說 夏季聯盟讓原本成績很久 幾乎快被大家遺忘的業餘棒球 注入了新元素 期待引進美國之邦大聯盟的技術支援之後 能夠讓企業 球員和棒球三名 馬提出的真誠楊不知臺北報導